党仗焦点来关心 两岸服贸是否重启 让白绿开战 副总统赖清德前一天直言 重回一中市场老路对台湾不利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事隔一天接受广播媒体的专访 再批民进党 认为赖副总统做不到跟中国脱钩 至于民进党林日来指控他要重启服贸 他也说这些是假讯息 这次这个服贸事件 他就是典型的一条龙 做假讯息 爆气再抢民进党操控新闻 柯文哲招瑞银同批 重启服贸争议 再度清上火线说明 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续剧 只能说你身体要强一点 那免疫系统要好一点 既然他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他要的是规范 而不是说你全部不跟他来往 你埃可华要不要停掉 我们不可以当义和团 柯文哲自信当总统 先通过两岸监督条例后 谈判先货贸再服贸 而赖清德前一天谈服贸 矛头直指柯文哲 服贸谈判牵扯两岸意识形态 事隔一天 绿白隔空对杠 在谈胡贸的时候 已经截然不同了 现在战略是迪卡布 问题是做得到做不到 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勉强我们自己去做 如果我们再走回过去的老路 对台湾绝对不理 赖清德当医生的时间太短 当久的人 就会知道说 我们就会面对政治的世界 国家战略 会比美国定的还厉害 我是不相信 批赖清德要脱钩中国 根本做不到 柯赖战斧帽 牵扯2024大选角力战 接着我叫李明红 台湾绝对